Hello 今天呢會教大家化妝啦 還有今天開始呢 大家如果喜歡看我的影片 就可以訪問一下我啦 那在這裡先謝謝大家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化妝啦 那就薄薄的擦了一層 然後我們 畫了尾巴先 把頭髮夾起來先啦 我畫這邊先啦 在這裡前面補一下 讓它長一點啦 有一點糊塗 這樣下來 我畫的時候呢 畫到是很輕的 又說不喜歡眉毛呢 顏色太深 那你會見到我現在 裡面是 比較清深一點 現在這樣呢就差不多啦 那尾巴的地方就用手指出一下 然後呢就可以開始化妝啦 然後呢就開始化妝啦 眼影啦 那平時出街呢 我是會用 你一隻眼色的 因為我覺得它是 很自然的一個眼色 我就會直接用手指去填 然後手指有一點眼色啦 我就直接填在眼睛裡啦 你看到裡面就有一個 自然的眼色啦 現在兩邊都有一個 很淺的眼色 再填 下面都可以加一點點啦 然後呢 我們用一個深一點點的眼色 這個 塑在眼尾的地方 再加一點點 再加一點點 然後眼睛下面的地方呢 我平時都會掃得 重一點的 那我們用這個掃 點一點點啦 你會看到眼睛的形狀呢 你會看到眼睛的形狀呢 呃 很明顯啊 現在 很明顯啊 一定要用一支 柔一點的筆去塑 好 因為如果太粗呢 你掃的面積太大呢 就會變得好像 很硬圈 上面的地方 你想要再 美一點呢 就可以用你的 線的 那 再加一點點啦 下一步呢 我們就要 激一下 眼線毛 我平時呢 我平時呢 就用 這個的 都是掃十幾秒啦 那你想它 持久一點點啦 你就可以掃多一次的 它現在已經 嬌了起來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 先畫眼線啦 這個 這支筆呢 是 有一點點 啡色的 那你想眼睛大一點呢 就可以 好像我這樣 拉長 一點點 然後 前面就補 裏面 畫完之後呢 眼睛就好像大了 然後我們 左邊也畫完它 現在左右兩邊都畫完了 那 眼睛很精神啦 然後就可以 上 接目局 那上的時候呢 手要這樣 才上得均勻的 才上得均勻的 那你看到 上完之後呢 眼線毛就 很明顯了 那我們上 左邊的眼 然後我們先放好幾下 眼睛 下來了 看看 就這樣 你把眼睛放到眼睛 放回來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上 印紙了 它是這個顏色 然後我們再掃開 掃開就很自然了 兩邊都掃開了 那其實現在就基本上完成了這個妝了 那如果你今天是穿一些淺眼色的衣服 這個妝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穿一些黑色眼色比較重的衣服 最順便可以用一支比較紅的唇膏 例如這支 是一個很復古的紅色 那我試試上這個 那上完之後呢 那上完之後呢 你的感覺又會不同了 這個是復古一點的 我自己其實就比較喜歡這種比較新的紅色 而且它的顏色不是鮮艷 比較鮮艷的 所以我就很喜歡了 和我頭髮的顏色就很配 那今天這個妝呢就完成了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啦 還有大家可以支持我啦 那就多謝大家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